全力加速奋力一跳 台北市春季全国田季公开赛高手如云 而16号登场的公开男子组三级跳远决赛当中 有原著名好手夺下家击 阿美族选手黄浩文以及颜亦凡 两人虽然在第一轮的前两次试跳没有抓到感觉 不过第三次试跳后两人都拿下八抢门票 来到最后八人决赛颜亦凡最后一跳抓准步伐跟速度 跳出了14米95的好成绩 让他拿下第四名 而黄浩文虽然在八强拼比的前两次试跳 成绩不尽理想 不过就如同第一轮的最后一跳实力爆发 跳出了15米20的佳基夺得第三名 前面助跑的时候就是因为风速 就是风有点吹得不稳定 所以在助跑的时候可能不点不是调得太好 那就是在后面的时候有慢慢把感觉抓起来 可是太晚抓到了 如果早一点抓的话就 对可能不止这样了 我前面三跳是最主要就是抓把技术做手 对然后后面想说如果有进决赛 我就把在学校训练的布局 把它拉到跟比赛完整布局一样 就还可以再加强 选手表示今年的台北市春季全国田径公开赛 是冬季训练后的能力测试 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加强 才能应付未来更大规模的田径赛事 原来新闻大波欧溜台北市采访报导